你叫吧 爸 你紅包會不會給我 欸 很難啊 一進來就要演比較長輩的戲 回憶戲才會回到自己的年紀 你也成過長輩了吧 你敢說我 那上一檔是BLG 我們是一對CP嗎 就是很奇妙 這一檔它是我給我紅包 對 所以 你叫吧 爸 你紅包會不會給我 欸 很難啊 好 演技最大的挑戰 其實很怪啦 對 其實我叫爸還是有點難 男女兒現在是國小嗎 一個國一 一個國小四年級 那之前有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國小需要嗎 有 昨天已經發了 我覺得就每個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樣 我做不到啦 說實在 每個人的教育方式我不能管 應該說我希望孩子知道 學習的目的在哪裡 我不確定他這個課表 是為了達成媽媽的夢中陳秋凱 還是說真的是為了孩子好 有時候我們會為孩子好 這幾個字會讓我們呈現一個 好像有點被詛咒的狀態 就說我是為你好 像我們家姐姐她比較自律 她有時候會唸書唸得比較晚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要不要去睡覺 你不要再唸書好不好 看得有點痛苦 小吃的跟大吃的不一樣 大吃的比較自律 然後小吃的就是有時候比較 比較紅紅 所以變成說我在小吃的身上 要多花一些心思 但我前陣看一個新聞 他說其實這種小孩啊 就是不乖的小孩 以後的發展性比較 比較活 對她比較活 她對什麼都有興趣 我不是只是在念書 我當然是盡量希望她 不要有紅字 但如果有紅字的話 我會跟她探討說 為什麼會不好 就我不會說 你怎麼不及格 然後你怎麼65分 然後你怎麼沒有90分 我的小孩也有考過50幾分的 也有考過90幾分的 就是她其實不穩定 那我就要確定說 你現在的狀況到底是 你有認真學而不會 還是說你根本就放空 不就沒有認真 所以我就要去了解 這個孩子是什麼狀態 所以我不會用分數去要求他們 而是說我會觀察他們 是不是在這個階段 有努力 然後有為自己負責 有的話 我覺得成績對我來說還好 我覺得現在小孩子很幸福了 真的 我們是回頭看 以前我們小時候 從而沒有 家長沒有 爸媽沒有在問這個人 就直接拿殺機 直接先打 直接先打 然後什麼 哎呀什麼你怎麼樣 探討我們問什麼紅字 啊 這個就是什麼禮物 我真的沒有甩 但是時光喊 是我的答案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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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每一句話都攻擊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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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每一句話都攻擊我嗎